我是被顶替身份的附加千金 宾死那刻女主取走我的信物 许下承诺 我会替你好好活着 后来在她风光正盛的时候 我活着回来了 一 梁家所有人神色各异地聚在一起 桌上放着档案袋 而我坐在沙发上 面色淡定地等待着最后的宣判 谁都没有想到 如今风投正盛的梁家千金 只是一个冒名顶替的冒牌货 气氛怪异的时候 有人推门而入 是事件的另一位正主 她脸上的笑意还未淡去 显然心情十分愉悦 转头看到一大家人聚在一起 她愣了愣 随后一一打起了招呼 直到她的视线落在我的背上 我似有所感的勾起唇角 这位是 她有些疑惑地开口 众人这时才像是消化好了一般 回过神来 没有人回应她的问题 或者说 不知道如何回应 有人神色复杂地看她一眼 眼底闪过一丝厌恶 而一向疼爱她的父母 眼里再没有了往日的温情 他们神情冷漠 视线直直地落在她的脸上 就在她觉得有些怪异的时候 我从沙发上起身 带着笑意开口 好久不见 静小姐 不等她回应 我转过身来 对上她惊惧的眼神 勾唇浅笑 静和下意识握紧了手中的包 她大概没想到 还能再见到我 二 五年前 我回来认亲的路上遭遇车祸 重伤冰死 她无视我的求救 拿走我手中的信物 说要替我好好活下去 可明明那场车祸 我是受她牵连 我不甘心这么死去 系统被我强大的求生欲吸引 跟我绑定 只要完成快川任务 我就可以复活 那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静和是一本 《虐恋文》里 被瞧取豪夺的女主 那天我无意就下了 逃出封批男主掌控的她 可是在追逐过程中 意外发生车祸 她有女主光环 毫发无伤 我作为炮灰 却重伤冰死 在我伸出手向她求救的时候 她却拿走了我的信物 还承诺要替我活着 她没想过救我 后来她改变容貌 拿着信物 顶替我的身份回到梁家 成了众人的掌上明珠 却还是没有逃出 封批男主齐商的掌心 她嘴上说着要给我报仇 实际跟齐商纠缠不清 甚至一次次利用 对她格外宠爱的小叔叔 刺激齐商 齐商是个疯子 小叔叔成了她报复的目标后 一次次陷入危机 最后被弄断了双腿 天之骄子 逆袭之间坠入泥潭 而梁家也因为不同意 静和和齐商在一起 被弄得家破人亡 可是最后 他们什么报应都没有 反而在接二连三的坎坷中 认清了彼此的感情 他们获得了幸福 而梁家和我都是 他们感情路上的工具 三 现在在一切才开始的时候 我回来了 失去梁家 她不过是 其商换养的金丝雀罢了 静和对上我的脸 久久都没有发出声音 她根本无力反驳 因为她从来没有想过 我还会活着 一别多年 没想到静小姐 竟然改成了我的名字 就连这脸 也跟我有几分相似 我缓缓走到她面前 开口像是真的 带了几分惊讶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 啪 不亏 我揉了揉手腕 吃笑着开口 我好心救她 没想到却是救了个白眼狼 静和难堪地闭了闭眼 沙哑着嗓子开口 这一巴掌 算我欠你的 梁月弯 以后我们两亲了 爸妈 爷爷 对不起 静和朝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却被避开 她的身体僵了僵 我们只有弯弯一个孩子 受不起静小姐的大理 已经完全反映过来的 梁母眼中含着恨意 她千辛万苦找回来的宝贝女儿 竟然是冒牌货 企图在她脸上 找到一丝不舍和联系 可是让她失望了 除了厌恶和恨意 什么都没有 突然门口处传来动静 有人硬闯进来了 他们竟然对你动手 男人含着怒气的声音响起 原来是一直没有离开的齐桑 他神情英质地 看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四 齐桑 我没事 再看到齐桑进来 护着她的那一秒 静和眼里含上了泪花 像是所有的委屈 都有了倾诉对象 是你动的手 齐桑第一时间 把怀疑的目光 落在了陌生的我身上 我坦然无味地对她一笑 事又如何 静小姐心甘情愿 我的话让静和的脸一酱 你找死 齐桑被激怒 她直接伸手 要掐我的脖子 在所有人 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有什么东西 从眼前闪过 她被我一脚踹飞 倒在地上 这么多个小世界的任务 可不是白做的 我见识过许多 比齐桑更疯更强的人 我练过舞 修过仙 更杀过人 她光靠着一股封禁 她带着哭腔的声音响起 随后又把矛头指向我 梁月弯 你别太过分了 梁家的一切 我都还给你了 你为什么还要伤害齐桑 她眼里的怨恨 都快要溢出来了 主动无视了 刚刚明明是 齐桑先对我动手的 别说笑了 静小姐 你现在穿的戴的 就连你脚下踩地方 哪样不是梁家的 我吃笑一声 居高临下地把量着她 静和脸色一瞬间苍白 她咬唇看了看 自己身上的穿着 所有灰暗的小心思 在我面前都无所遁形 得了便宜 就别假清高了 我不理会她的心思 是如何的百转千回 缓缓朝她走近 你想干什么 静和对我戒备至极 她不由地射缩了 一下肩膀 而这时候 齐桑也缓了过来 她满眼恨意地 看着我重骂 贱人 我冷笑着 一脚踩上她的手腕 她痛得冷汗淋漓 五 学不会好好说话 那还是闭嘴吧 我用脚尖踩住她的手腕 在地上撵了撵 啊 梁月弯 你个贱人 我会杀了你的 一定会 齐桑心红着眼眶 神色疯狂 我面不改色地 又中了几分力气 助手 梁月弯 你助手 她的手要断了 静和惊慌无措 她只能不停地叫着 让我助手 却不敢直接动手拉我 她害怕我和踹齐桑一样 把她踹出去 妈妈 求求你 求求你 让她助手 我和齐桑 不会再出现在你们面前了 求求你了妈妈 静和阻止不了我 她只能去求我的母亲 可是梁母只是淡淡地 看了她一眼 就一开了视线 静和的心都凉了半截 随后 她把求救的目光 投向父亲 哥哥 爷爷 乃至其他人 可是没有人愿意 出口帮她 就在静和彻底绝望的时候 大门再次打开 少年清朗 又带着疑惑的声音 响了起来 家里来人了吗 怎么这么吵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门口 进来的少年 看到了眼前这幅场景 愣了愣 有些不明所以 而静和就仿佛看到了救星 小雨 但是毕竟是相处了 这么久的姐姐 她还是软了神色 六 姐姐 怎么了 小雨 她不是你姐姐 梁母上前拉开她 梁雨周愣了呢 你的姐姐 只有弯弯 一个冒牌货 白眼狼不值得 你叫她一声姐姐 梁母越想越恨 明明亲生女儿 是做的善心事 可是却被恩将仇报 顶替身份 如果不是今天 我回来了 他们不知道 还要被蒙在鼓里多久 梁周雨脸上 清浅的笑意收敛了起来 不是 不是这样的 小雨 我只是 只是觉得 静和反驳得有些无力 她不知道该怎么说 才是最合适的 她顶替我的身份 是因为害怕我的亲人 会为我的死去而伤心 还是为了完成 我认亲的遗愿 不管怎么说 好像都不是那么光明磊落 爱河 不用跟她解释 今日只如我记下了 梁家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齐商看不得 静和第三下四的模样 她嚣张放言 不会放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你还在跟这个疯狗纠缠 梁雨周皱紧了眉头 她是认识齐商的 因为静和 静和曾经无数次白了脸色 恳求小叔叔帮她 让她能够逃离齐商 可没想到 别人费尽周折为她周旋 她转眼又跟齐商纠缠在一起 静和面对梁雨周的质问 有些不自在地别开了脸 她也不想的 可是 齐商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真心爱她的人了 只是方式有些偏激罢了 看着静和这副样子 我就能猜到 她到底想了些什么了 你也不嫌赃梁雨周轻则一生 并不打算掺和这件事 小雨 静和没想到 一向跟她亲密的弟弟 会变得这么快 气 咔嚓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被这一声脆响吸引了过来 我不自在地摸了摸鼻子 不好意思 没控制住力度 齐商的手 以诡异的方式弯折 静和吓傻了 我好心出声提醒 现在去医院还来得及 如果你们坚持 留在这里纠缠放狠话 我也不能保证 她的另一只手有没有事了 私闯民宅 我这是合理自卫 那天 齐商和静和离开的背影 都格外狼狈 而梁家也展开了 重大的家庭会议 除了还在国外的小叔叔 所有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我的身份也被正式确认下来 让我觉得格外惊奇的事 他们好像并不是 像想象中的豪门一样 觉得找错了女儿 是件丢脸的事 为了颜面将这件事压下来 反而盛大又隆重地 向所有人都介绍 我才是真正的梁月弯 是梁家唯一的掌上明珠 众人的接受度 也远远比我想象的要高得多 不过也有可能 能来的 都是与梁家交情匪浅的家族 不会对这样的情况有所争议 宴会场上 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个 听说过许多次的小叔叔 梁艳里 黑色里服优雅 他唇角勤着笑 站在一众人里 鹤立鸡群 显得格外出众 突然有人对他低语几句 他有些惊讶地挑了挑眉 随后视线直直地向我投来 爸 视线交会的那一瞬 灰暗的信息传播 我饶有兴致地勾起唇角 将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 我不知道 静河是怎么溜进宴场的 可能是他的女主光环作祟 在爷爷正式上台 宣布我身份的那一刻 他躲在角落里红了眼眶 我敏锐地察觉到了一股视线 随意一扫 就看到了他的位置 好像原剧情里 他顶替我回到梁家 并没有如此声势浩大的介绍 可能是血脉的直觉 爷爷对他的身份一直存疑 但是偷偷进行的亲子鉴定又显示 他确实是梁家的血脉 当然这一切 都是骑上暗地里搞的鬼 所以梁家失事后 除了小叔叔 他第一个就解决了 爷爷这个后患之忧 静小姐今天是来观理的吗 既然来了 那就不要偷偷摸摸了 所有人被我的话引起注意 下意识寻找静河的位置 他怎么敢来 梁家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听说他还跟骑上那个疯子 纠缠在一起 今天不会是来砸场子的吧 有沉不住气的年轻人 偷偷议论 静河的位置 很快就暴露在众人视野里 现在的他 没有身为梁家 千金时候的明媚张扬 一袭单薄的白裙 身姿累弱 静静地站在那里 像一朵病奄奄的茉莉 听到我的话 他难堪地咬了咬唇 眼眶通红 格外惹人联系 可是在场的人 都不是骑上那个疯子 不会因为他的委屈和眼泪 就不合时宜地为他出头 就 梁小姐 你也不用那么咄咄逼人 爷爷身体不好 我只是想来看看他 虽然身份是假的 不管他们认不认我 这几年的相处 我早就把他们 当作我的至亲了 他的一番话 让人觉得他重情重义 好像除了顶替了身份 也没做什么 罪大恶极的坏事 我现在回到梁家 不仅夺走了他的至亲 迫切地 让身体不好的爷爷 为我的回归劳心劳力 更是咄咄逼人 让他难堪 我险些都要被他的脑回路 带过去了 这时候站在一旁 威严十足的爷爷开口了 不劳静小姐费心了 老头子我身体硬朗得很 亲孙女回来了 我很开心 也乐意为他操劳 爷爷 终于 静河眼中含着的泪水 滚落了下来 他的身体摇摇欲坠 在那一瞬间 花朵仿佛要被风吹散了 受不起静小姐这一声爷爷 两老爷子的威严 无人敢挑衅 可是弱势者 往往更容易激发起他人的同情人 爷爷 静小姐的话确实有道理 我也要感谢他 感谢他在我冰死之际 取走我的信物 代替我承欢父母膝下 让他们免受丧女之痛 我的话让所有人的反应过来 撕开静河虚伪的面具 他做的一切 死亡 理所应当地享受梁家千金的一切待遇 静河神色变幻莫测 直到他终于找到了小叔叔 梁艳里的身影 小叔叔 你相信我吗 我真的没有坏心思 他泪眼婆娑 话里带着哭腔 众人根据他的目光 下意识地让出了一条路 一条通向梁艳里的路 我清楚地看着梁艳里 听到静河叫他后 身体一正 那一瞬间 他的身上好像发生了不知名的变化 果然 下一秒 他开口的话 就让我察觉到了不对劲 我当然相信你 不管别人怎么看 阿和 我永远站在你这边 十 静河感动至极 爷爷已经沉下了脸色 场上的人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反转 议论纷纷 梁艳里这么护着这个冒牌货 难道是对新回来的真千金不满 看样子 梁家的态度还有待观望 艳里 你说的什么混账话 爷爷中气十足地呵斥他 可是梁艳里却缓缓台步 走到了静河的身边 父亲 阿和没有错 他一直把我们当亲人对待 反而是您旁边的人 功力心太重 梁艳里轻轻扶住静河的肩膀 给他支撑的力量 爷爷已经气红了脸 混账 你说的什么 弯弯才是你的亲侄女 你现在护着一个外人 有没有点叔叔的样子 就因为我是他叔叔 我才告诫他 梁艳湾 做人要留一线 他毫不客气地训诫 让我有些意外 这一瞬间 我真的感觉他好像不怎么聪明 我安抚住要爆发的爷爷 眉眼弯弯地朝着梁艳里开口 我记下了 小叔叔 我的乖巧让梁艳里无话可说 静河也如同扳回一局一样 靠在梁艳里怀里 看向我的目光带着挑衅 真的是十分毁人心情啊 梁艳里体贴十足地 护着静河离开的时候 我看着他的背影许久许久 仿佛看到了他身体里 另一个淡漠如雪的灵魂 他神情木然地 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直到最后 他察觉到了我的视线 那一刻 他平淡无光的眸子 微不可查地亮了亮 十一 荒唐 简直荒唐 我看他梁艳里是反了天了 今天让我们弯弯受尽了委屈 一切结束后 爷爷直接砸了 梁艳里平日里最喜欢的那套茶具 他气愤至极 对这个从小到大的满意至极的儿子 第一次提出了要动家法的话 爷爷 我一点都不委屈 您别生气了 我可不想您气坏了身体 我还想让爷爷陪我去做许多许多事呢 我安抚着暴怒的老爷子 梁家其他人对这副场景有些敬弱寒蝉 弯弯 你是个好孩子 你小叔叔那个混账 我一定会让他给你道歉的 爷爷缓和了神色拍了拍我的手 我面上挂着浅浅的笑容 爷爷 小叔叔训诫的事 哪有什么道不道歉的 都是一家人 无论老爷子说的气愤 我都不能顺着他的话说下去 一个是刚回来的孙女 另一个从小在身边养大的 最得意的儿子 就算我现在占了上风 让老爷子偏心我 可是日后等情绪下落呢 他反应过来 会不会也一样觉得我功力心太重 不怪我将人心往坏处揣测 都是没有这份缜密 我在小世界里 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 至爱之人背叛 信任之人欺骗 这样的是屡见不齐 十二 你倒是比他聪明多了 爷爷都能被你哄得团团转 相比于沉默寡言的大哥 梁宇舟少年心性慎重 他懒懒靠在我房间的门框上 拦住了我的去路 我以为 你早就见识过了 我对上他探究的视线 挑了挑眉 梁宇舟想到了 我回来那天闹出的动静 他觉得十分有趣 齐商这样难对付的疯狗 却被我踩在脚下 极尽羞辱 你难道不害怕齐商的报复 他略微有些好奇地开口询问 如果齐商发起风来 小叔叔也不一定能阻止他 他好奇我是哪里来的底气 敢这么跟齐商硬碰硬 你怕 我不打反问 少年像是被挑衅了般反驳 我会怕他 我早就看那只疯狗不顺眼了 一旦静和和他吵架不和 齐商就拿梁家出气 虽然没有构成很大的威胁 但是时不时的小动作 也足够恶心人了 那要不要 去玩个大冒险 我蛊惑意味十足地向他提议 梁宇舟听到我这话 眼睛都亮了亮 他脸上带着不可置信 我浅笑着跟他点头 表示肯定 下一秒 他点头如捣算 要 要 要 我朝他招了招手 少年窜到我旁边 十分配合地竖起耳朵 想要听听具体的大冒险内容 不削一会儿 少年的眼睛越来越亮 肉眼可见地兴奋起来 甚至开口加入自己的想法 13 可 我们在角落里嘀嘀咕咕了许久 直到一声轻壳响起 梁宇舟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 立马警惕起来 还有些做贼心虚地 拉开了和我的距离 我眼中闪过一丝不意察觉的笑语 大哥 你怎么在这 梁宇舟先发致人开口询问 梁家豫摸了摸鼻子 对上我和梁宇舟疑惑的视线 有些不自在 就是看到你们说得那么起劲 能不能带我一个 梁家豫的话 让梁宇舟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在他记忆里 梁家豫一直都是那种沉默寡言 刻板手里的形象 没想到这次他不仅没有教训我们 反而要狼狈为奸 大 大哥 你不会加班 加了脑子坏了吧 梁宇舟咽了咽口水 面前的人太和善了 他有些不适应 梁家豫一咽 可能是碍于我在场 要保持良好的大哥形象 当然不是 弯弯觉得呢 他懒得再跟梁宇舟说下去 把征寻的目光转向我 当然可以 在梁宇舟一脸觉得 我疯了的表情中 我爽快地硬成了下来 做坏事还偷偷带着家长 真的是他生平第一次新奇的体验了 我带着梁宇舟和梁家豫 偷偷摸到了早就打探清楚的医院 齐商被我那一脚踹的 至今还在休养 只是他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搞事情的举动 梁家豫已经因为他找的麻烦 连续加了好久的班了 对 尤其是梁月湾那个贱人 一定不能放过他 让梁家知道得罪我的下场 还有梁宴里 跟我抢女人 我会让他死得很惨的 夜深人静 真的很适合丑谋做坏事 齐商一样 我们也一样 我熟练地让齐商房间的监控 陷入了短暂的故障 十四 就在齐商站在窗台旁打电话 还吩咐着 要怎么样让我们好看的时候 他就被逗头的麻袋死死套住 你们是谁 想干什么 齐商拼命挣扎 我们三个谁都没有出声 密密麻麻的拳脚落在他身上 我坏心眼地专挑他的脸打 最好鼻青脸肿 让他不能见人 想干什么 直接用行动就告诉他了 你们是不是梁家人 梁艳林 齐商咬牙切齿地问道 他痛苦地蜷缩在地上 却半分不肯服软 我和梁宇舟飞快地对视了一眼 梁家我可不认识 你齐商我倒是熟得很 不是很嚣张吗 叫啊 怎么不叫了 我的一番操作 让兄弟二人再次目瞪口呆 因为我回答齐商的声音 根本就不是自己的 或者说也不是任何一个女性的 反而是十分粗广的男生 你到底是谁 我不记得跟你有任何纠葛 齐商也愣了愣 他印象里完全没有这个声音的记忆 齐少作恶多端自然不记得 我却是不敢忘齐少的大恩大德 今天只是一个教训 齐少我们来日方长 这只是初期的一个手段罢了 我和齐商的仇还多着呢 第二天一早 我和梁宇舟还有梁家玉一起下楼吃早饭 好像昨天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梁家父母看到我们一起下来有些惊讶 今天倒是凑齐了 面对父母的疑惑 我们三个心照不宣地交换了一个眼神 梁宇舟赶紧收起了满脸的嘚瑟 可是少年人的好心情根本就掩藏不住 小宇今天心情很好啊 梁母还试图想要套出什么话来 妈 我每天都心情很好啊 姐姐回来了 我心情就更好了 姐姐 你吃这个 梁宇舟已经完完全全被折服了 她殷勤至极的模样 更让梁母摸不着头脑 行了 孩子们自己的事 自己有分寸 梁母还要再问 却被梁父制止 这话一出口 她也不好继续再追问下去 一家人齐乐融融吃早饭的时候 梁宴里回来了 十五 她淡漠的视线落在我身上 我浅笑着对她发出邀请 要一起吃早饭吗 小叔叔 梁宇舟拉了拉我的胳膊 想要阻止我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梁宴里看了我许久 梁父怕她要拒绝我会让我难堪 她刚要开口原厂 梁宴里就开口了 好 谁都没有想到 在昨天的宴会上 明显不喜训诫我的梁宴里 会应成下我的邀约 直到梁宴里落座了 他们才反应过来 阿姨很有眼力见的 做了新的早餐端了过来 小叔叔最疼静河了 你这不是找不自在吗 梁宇舟凑到我耳边 压低声音说道 她现在坐在这里 一定是因为爸爸的面子 和爷爷的关系 你别皱 跟小叔叔对着干 没有好果子吃的 梁宇舟向来尊敬梁宴里 哪怕她年纪也不大 但是看她跟看爷爷 和父亲也没什么两样了 昨天梁宴里在大庭广众之下 维护静河说的话 已经明晃晃地表达了 她对我的不喜 我现在还要凑上去 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昨天的事 抱歉 可是紧接着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梁宴里竟然主动向我道歉 梁宇舟的喋喋不休 卡在了喉咙里 她也猛了 觉得自己一定是昨晚兴奋过头 今天起猛了 产生的错觉 小叔叔严重了 一家人不说这些 我的大度 让梁宇舟都微微侧目 她可是记得我是怎么对静河 还有其伤的 爷爷下楼后 知道了餐厅里发生的一切 她对梁宴里 还是没有好脸色 显然还是在生她的气 虽然我不计较 但是爷爷却没有将这件事 轻轻接过 我不管你对那丫头 是什么样的感情 有多深 但是燕丽 你要记住 只有弯弯 才是你的亲侄女 任何东西都不要越过血脉亲情 爷爷敲打着她 显然是对她那句 永远站在静河那边的那句话 心存芥蒂 我知道了 梁宴里硬承下来 爷爷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饭后 梁宇舟去上学 梁家喻和梁宴里去公司 只有我显得有些无所事事 梁母可能是怕我觉得无聊 主动提出要一起出门逛街 十六 无巧不成书 我们进的第一家店铺 就看到了静河 她兴致勃勃地 带着小姐妹在里面试衣服 看起来心情还不错 应该是还不知道 齐商被人套麻带走了 也是 齐商这么要面子的人 怎么可能在 心爱的女人面前丢粪 梁母看到静河的时候 转身就要换一家店 可是却被她叫住 妈妈 静河带着惊喜的声音响起 想要上前走到梁母身边 可是却在看到我的身影的时候 顿了顿 静小姐可不要乱攀关系 我早就说过了 我只有一个女儿 她是梁月湾 静河以为 梁母多少是对她有点感情的 那天的话 可能只是因为 默然得知 她是冒牌货的气话罢了 可是现在这么久了 她依旧还是说出了一样的话 妈妈 你对我 真的没有一点感情吗 我们做母女那么多年 除了没有血缘关系 和亲生母女有什么两样 我没有想过 要跟梁月湾争夺什么 我只是放不下那点亲情罢了 静河发自肺腑的话 认识铁石心肠的人也要动摇 可是梁母依旧冷的那张脸 不为所动 我对你的所有好 所有爱 都是因为 我以为你是我的亲生女儿 这些本来就是我女儿的 不是你想不想争夺的问题 梁母质地有生的话 打破了静河最后一次幻想 她总觉得这五年 哪怕不是作为梁月湾 她们之间也应该有 深厚的感情基础才对 那些爱意从来都不是假的 可是为什么说 要说回的时候 就可以这么果断地说回去呢 妈妈 你真的好狠的心 静河眼底的光渐渐熄灭 梁母不想再跟她纠缠 拉着我就要换地方 弯弯 别为不相干的人影响心情 今天想要什么都可以 妈妈给你买单 梁母笑意盈盈地对我开口 显然没有被刚才的闹剧影响 好 妈妈要说话算话 对于母亲的偏爱我格外受用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亲人 我才会排除万难也要回来 一整天我们收获颇风 梁母不像传统的母亲 她给我母亲的慈爱和纵容 也有朋友的尊重和认可 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 直到晚饭时候才慢悠悠地回了家 十七 我有些疲惫地伸了个懒腰 在手指的屏幕上轻点了几下 这时候房间的门被轻轻扣响了 我以为会是梁母 因为她每天晚上都会给我送一杯热牛奶 可是打开门的一瞬 站在门口的人让我有些意外 又仿佛是在情理之中 方便出来聊聊吗 梁艳里轻声询问 我点了点头 稍等 回房家里一件外套后 我和梁艳里在梁家的后院里 开始了第一次正式交谈 你是真的梁艳湾吗 她突然开口询问 我愣了愣 质询的目光看向她 我曾经调查过那场车祸 梁艳里意味不明地说了那么一句 我却瞬间明白过来 她调查过 自然知道那场车祸活下来的人只有静和 你只需要回答我是不是就好了 我知道这个世界有许多不能解释的事 比如静和 比如你 你们身上都有秘密 现在的梁艳里才让我找到了传闻中的感觉 睿智 我是真的梁艳湾 那小叔叔是真的梁艳里吗 我大逆不到地反问梁艳里却没有意外 她一脸平静 但是眼底的光却掩饰不住 果然 你真的发现了我身上的古怪 那你是不是有能力 有能力就下梁家 当然 我回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让梁家从男女主虐恋情深的献祭品中摆脱出来 那天梁艳里跟我说了许多 我都不知道的是 比如这个世界已经是第十次轮回了 第一次轮回 她就觉醒了自我意识 可是她根本无力改变什么 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梁家覆灭 家破人亡 她试着阻止那场车祸 可是无论怎么做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阻拦她改变剧情 就像最开始的那一次 梁家父母本来是决定亲自去接我回家的 可是总会有不可抗力因素阻止他们这么做 她也试着杀掉其伤和静和 可是世界的男女主有强大的光环 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梁艳里的反扑还加快了梁家覆灭的速度 再次轮回她三败九寇求问神明 梁家的生机在哪里 可神只叫她顺其自然 18 直到这是第十次轮回 我的出现终于让剧情发生了偏转 原本作为静和倚仗的梁家众人将她放弃 她本来以为这次会不一样的 但是她却出了问题 她的身体好像成了提线木偶不受控制 只要静和叫她 她就成了她最忠实的奴隶 我坐在房间里慢慢捋清所有前因后果 世界的剧情之力是格外强大的 只是我已经跳出了这个剧情不受影响 梁家众人的清醒也跟我的复生有关 梁艳里 应该是世界为了主线剧情做出的挣扎和防卫 因为她曾经是推动剧情发展的主要人物 剧情里可以没有炮灰的梁家 却不能没有主要人物 而且只要拿捏了梁艳里 梁家不会真的其他于不顾 那么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让她从主要人物之中脱离出来呢 我思索两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 直到脑海中 闪过了梁艳里说过神明于她的真言顺其自然 齐商被揍了过后 缓了好久才重新开始搞事情 因为太久没有联系静和 他竟然恼怒地发现 静和在她养伤的时候跟其他男人纠缠不清 打起来了 梁宇周双眼放光 看着不远处的场景 齐商把一个公子哥按在地上 揍得满脸鲜血 而静和脸色发白地站在一边不敢阻止 直到那人的呼吸都开始微弱了 齐商才罢手 他一把拽过静和神情病态地擦拭他的手腕 好像下一秒就要把他的手给砍下来了 这样的场景 静和上次见还是五年前那个郊外的别墅 他害怕急了 所以他逃了 后来他成了梁月弯 有了以战和底气 齐商那时候也好像收敛了脾气 哪怕他经常吃他和凉眼里的醋 可是他从来没有这样残忍地动过手 虚假的安稳和炽热的暗意 让他不由自主美化了齐商以前的种种行为 可是当着血淋淋的一幕 重新摆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害怕了 逃跑前的恐惧再次笼罩了他 齐商最后还是强硬地将静和带了回去 按照他的脑回路 应该是要将他圈养起来 跟五年前一样 都拍下来了吗 我看着格外兴奋的梁宇周问道 他连连点头 虽然现在这些还拍不上什么用场 但是当所有罪证一并清算的时候 强倒众人推 谁又会知道 这是不是压死齐商的最后一根稻草呢 19 处理好了静和的事 齐商的矛头正是对准了梁家 他开始给公司制造各种麻烦 可是恶性商业竞争同样是违法的 法律边缘游走的法治他并不在意这些 他以为很快就能将梁氏攻下 可是在梁宴里和梁家玉名面上和他周旋的时候 我和梁宇周就在暗地里悄悄收集他的犯罪证据 一个病交封批 他做的坏事简直不要太多 但是我们不能让他有一丝可以脱罪的机会 我们都在等一个时机 一个骑伤自寻死路的时机 终于这个时机来了 梁宴里的刹车被动了手脚 他选择的目标还是梁宴里 哪怕他更恨的那个人是我 但是他还是下意识地不把我放在眼里 一个女流之辈 只不过有梁家和梁宴里这个仪仗 才敢跟他叫板罢了 等梁宴里死了 我自然成了他可以随意揉扁搓圆的存在 就像静和一样逃了那么多次 还不是落在了他手里 车祸发生得很快 原剧情理 梁宴里就是因为一场车祸变成了残废 他果然还是要用这一招 只是这次车上可没有梁宴里 在有人下车过来试探生死的时候 我默然从背后拍住了他们的肩膀 几人结实一惊 缓缓转过头就对上我笑意盈盈的面容 劳烦诸位走一趟了 冰冷地银着扣上他们的手腕 原来我的身后是早就出现在这里的警察 齐商还胜券在握等待梁宴里的死讯 可是破门而入的人 却把他狠狠压在地上 别动 我紧跟其后进来 看着齐商狼狈的姿态 惊讶得武唇笑了 齐少这是多行不易必自毙呀 梁月弯 我要杀了你 齐商没想到真的会在我这里翻车 他疯狂地叫嚣着 老实点 无情地镇压让齐商脸色漆黑 队长 里面还有一个房间背上了锁 搜集证据的人过来说道 我敏锐地想到了什么 果然齐商又开始发狂了 不准打开 可是越是这样 越是行为可疑 二十 既然你不配合 那就只有破门了 队长见状发下指令 其他人接受指令过果断执行 禁闭的房门被一次次撞击 最后门开了 里面的场景让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雷若的少女生死不知地躺在地上 身上的衣服不够壁体 她的四肢被锁上了粗壮的铁链 白皙的肌肤上是触目惊心的亲子 看到这样的画面 其他人都被过了身 梁小姐 麻烦你了 队长朝我点了点头 我走进了房间 找到了静和的衣物给她穿上 虽然昏迷着 可是当我触碰到她的时候 她的身体就会不自觉地涩缩 我皱紧了眉头 对于其商的厌恶更深了 就连喜欢的人她都能这样对待 真的是个疯子 这样的人 为什么会成为世界的男主 其商犯得罪 让她没有再出来的可能 原来静和并不是她第一个 抢取豪夺的目标 第一个女孩早就被她的偏执和病态杀死了 对静和的种种 已经是她反省后的收敛了 一切罪证清算 其商被判处了死刑 这是一场关注度极高的审判 其商犯下的一切罪孽广而传之 所有人都觉得她罪有应得 那一瞬 她的主角光环好像彻底消失了 至于静和 我不知道当她看到那场审判里 其商坐下的是有什么样的感受 她沉溺了许久 直到其商行刑的那天她找到了我 二十一 道歉 梁小姐 我为我的厚颜无耻 为我的不可理喻 向你道歉 谢谢你那天救了我 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静和的神色有些憔悴 她郑重地向我表达了她的歉意 我接受 但我不能原谅 如果仅仅是顶替我 享受豪门千金的待遇 我对她可能没有那么深刻的恨意 只是她却利用了 一直对她疼宠至己的家人 最后让梁家家破人亡 她还能跟仇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我不能理解 我理解 谢谢你还愿意见我 她苦笑一声 经历了那么多以后 她算不上大切大悟 但是有些事她却是想明白了 不管她说得多么冠冕堂皇 都掩盖不了她伪善的本性 这次 我真的彻底解脱出来了 靳和有些感慨 我却问出了埋藏心底许久的疑问 你爱其商什么 爱她偏执病态 动不动就囚禁 我也不知道 仿佛我天生就该爱她 她是这个世上最爱我的人了 可是我有时候也很怕她 哪怕我知道她做的一切 都是因为爱我 靳和突然有些迷茫 我一一 这离谱的解释 大概是男女主的相互吸引力了 话说到这里 本来已经语尽了 靳和已经起身 准备离开 我却再次开口 如果再来一次呢 你还会这么选择吗 我的本意是问她 会不会为了这并不纯粹的爱情 将把她捧在手心的梁家放弃 可是随即又想到 这次 她还没有经历过这些 算了两个字还没说出口 靳和开口了 谁知道呢 人性本来就是最难揣测的 她以为我是问她 再来一次 会不会选择拿走我的信物 抛下重伤兵死的我 独自整容认亲 虽然回答的不是同一个问题 可是就好像什么都回答了 是了 人性本就难测 看着靳和离开的背影 她身上的主角光环消失了 新闻里播报着奇伤的主角 这次这个世界 再也没有所谓的男女主了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